我相信大家都不會認為 今年的六四有任何大型集會 以往擔大期的組織都已經不在 不少相關的人士應該都在服刑 即使有人牽頭再搞集會 我想大部分市民都不一定會走出來 去參與這類型的集會 隨著港區國安法的成立 這個議題現在變得比較敏感 如果純粹以為是參加一個悼念活動 假如是後來被人視為違反國家安全的活動 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大部分人的心態 我感覺已經轉化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搞那麼多 但是不代表維園在六四時期會變得冷冷清清 一向在當日用作悼念六四地點的 維園硬地足球場 那四個足球場和草地 六四的前後由5月30日 一直到6月7日都已經被人遭用了 遭用人就是廣東社團總會慈善基金 是用來舉辦一個慶回歸家鄉市集活動的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廣東communities organization 它的前身是香港廣東社團慶祝回歸委員會來的 是在1996年12月才成立的 是用來慶祝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 在1997年10月回歸之後 他們就改名了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在2019年 團員大約有350個 個人的會員都有超過2000名 匯聚了很多在社會上政商各界的精英 也有自己的義工團 不用長假解釋 這個團體當然是一個建制團體 一個親中派的組織 極力主張一國兩制 極力反對港獨 也在多個社會議題上 多次公開支持政府 這次的活動場面一定不會冷清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牽頭 和福建社團聯會 乘26個省級社團總會 一起搞這個活動 不同的社團在市集裡面都會設立一些攤位 現在估計應該至少都有205個攤檔了 根據他們的海報和在網絡世界上做的宣傳 市集會在6月3日和4日由早上10點 開到晚上9點 而6月5日在晚上6點 早一點就結束了 街市會有些攤戲表演 有些打卡的熱點 總之就是要展示到香港進入 幼稚及興新階段的新氣象 其他社團的反應都很熱烈 可以說是一呼百應 多個社團的領導層 在社交網站都有拍片去宣傳這個活動 比如說福建社團聯會秘書長 蛇德聰說 街市展銷價格超低的福建消息 貴州聯誼會的榮譽會長楊玉清說 會展示茅台酒等等的貴州特產 喜歡喝酒的朋友就一定不會錯過 有著數一定能夠吸引到人流 入場費還很貴死便宜 成人五元而已 十二歲以下是不用錢入場的 這麼吸引我也想去 會不會有很多人一起去 場面搞得很虛陷呢 不過有趣的是總會的職員說 會方申請的時候是沒有要求提交人數 還說是正在邀請官員出席 沒有要求主辦者提交人數 警方怎麼可以作出一個合理的風險評估呢 不過他們有經驗的 今年廣東社團總會已經是第三年舉辦家鄉市集活動 今年和過去兩年有所不同的就是 在這個舉辦的月份 過去兩年分別是在十月和十二月的 天氣涼一點 秋天和冬天才做的 是在官堂和屯門舉行的 規模當然沒有今年那麼大 第一天他們會不會都改了在這個季節舉行 就是現在不知道了 不得而知 這次這項活動的規模剛剛提過了 自然和對上那兩次不可同日而語 暫時來說都還沒有清楚 這個大會會不會有些什麼入場的守則 例如說會不會不容許你穿著黑衣的人進去呢 又或者會不會如果你是手持蠟燭的 都會被拒絕進入維園呢 不過我相信應該怎樣都好 不會有些什麼突發的事發生的了 警方怎麼都會是嚴陣以待 是防止有人騎傑的活動 真的有很適合的 有時候有效 勁哥金曲在這個星期日播了最後一集 就結束他43年的歷史任命 而今年是六四的34週年的紀念 同樣都是標誌絕道念晚會在維園舉行的結束 不過有些事情真的可能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這個就是男子冰球港隊2月 在波克作賽的時候 主辦方賽後播錯了國歌的這件事 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港協企奧委會昨天就開了大約半個小時 會的董事局特別會議 議務秘書長開完會之後 楊祖次就出來說 兵協的領隊關院而是沒有按指引 將儲存正確國歌的硬件給主辦方 又沒有由主辦方去書面確認是收妥 也沒有在播放國歌之前再一次核對 國歌是否正確的 因此就認為兵協在這場賽事當中 是很明顯沒有遵從到港協所發出的指引 所以就決定向兵協要有一個懲處 這個懲處就是發出一個書面申斥的告誡 書面申斥即是reprimant 被口頭或者是書面的警告是嚴重的 但是就未去到削減資源這一步 也都不需要停止他們會員的資格 議務秘書長更強調 處理這件事已經告了一段落 其實是否真的告了一段落呢 書面申斥是不單止一個單純的警告來的 受申斥那方是需要按港協要求 跟進一些後續工作的 在這個個案當中 港協要求兵協在兩個星期內 就輪選機制、誠訊管理和會員制度 還有未完善的事項 是要提交一個補充方案和時間表的 有很多東西 我相信在這些議題上 還有一段頗長時間的爭辭 文化體育旅遊局昨天都發了稿出來 表示康民署都會一起進一步去檢視一下兵協 使用政府公帑的撥款有沒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要來確保公共資源是可以得到適當的使用的 又可以更加有效地去推動冰球運動的發展 還有更加要支持冰球運動員的訓練和參加國際比賽 冰協如果不是有排煩都會有排忙的了 其實整體來說 播賽國歌這件事 港協的責任不是比冰協小的 港協因為這次的事都需要修訂本來原先發出的指引 要求體育總會出賽之前領取帶有各國音檔的工具包 也要和對方方面主辦方要有書面簽收 如果對方拒絕核對 領隊就要拒絕隊員去參與賽事或者頒獎禮 令到體育總會是有規可循的 預計今個月底就會開一個簡報會 假如這些指引一早已經存在這些細節 這些情況 兵協今次面對的問題 或者不會出現都未成功 港協書面申斥了兵協 你說誰出面申斥港協好呢 今節慶活動搶包山開羅了 過時過節最喜歡吃應節食品來應節 包山節當然要吃平安包 平安包是將平安的祝福給身邊的人 你不要那些祝福 不就給我吧 平安包有紅油沙、蓮蓉、芝麻三種口味 這麼大的包只賣7元 每個獨立包裝 放在雪櫃想吃也可以拿出來蒸 超方便 早上可以當早餐夜晚煮 其實可以當宵夜日流 這麼大件你叫我去搶包山 別人當我是我的包 搶完我那怎麼辦 要搶到大自然素食分店搶一堆回家 我再說一次 不要以為我來偷東西 我現在是拿出去付錢的 全線大自然素食分店 或者和芝加素食士多 都可以買的 WhatsApp訂貨 69980699 69980699 我現在就出去付錢了 這裡還有幾個 先收拾一下 收拾得少不著數 拿得不好了 因為大量買超過100個 每個6元而已 你以為我傻嗎 記得按摩 然後把那包吃 剛才餐廁 適合 《海王宅》 我們在這裏 也不是這裏